秦孝公费尽心思要办完最后一件大事 元老大宴诛杀元老 在这种十分微妙气氛紧张的时刻 病危的秦孝公不仅坦然告诉所有人自己命不久矣 而且还竟然面带笑容十分诚恳的把老干龙麻痹 老干龙从心底一面把秦孝公视为强大对手 另一面又发自肺腑的对这个后省有股莫名的惺惺相惜 人之将死欺言也善 秦孝公在生命垂危的最后关头 向老干龙表现出了极大的虚心和真挚的诚意 于是老狐狸也放松了警惕 秦孝公一听老狐狸动情就忍不住便秘 但还是不动声色的让老干龙开启了虚伪的表演 君尚啊那年你要搞变法 我没有配合还带头跟你对着干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我才知道自己是混蛋 现在你都病成这样了 还不忘来安抚我们这些老家伙 君尚你放心 我们是护法守法的好公民啊 现在你都病成这样了 还这么看重我 所以啊我要说 君尚变法不可改 老干龙有意偷换概念 将变法和商鞅割裂开 即使在秦孝公纠正后 也仍然坚持把观点强行输出完 秦孝公虽然不快 但还在诱敌深入 商鞅之法有何必断 谈起商鞅的毛病啊 老干龙张口就来 说法不推人 有很多灾民成了流浪汉 刑罚太狠 被割鼻子的到处泛滥 刑罚之道那真是千古罕见 若不改正 秦国欲求安稳 难哪 话到这里啊 秦孝公已经完全闻出了 老干龙那居心叵测的气息 于是呢 他顺势就给老干龙挖好了 最后一个大坑 秦孝公眼神陡然冒出杀气 语气骤然变得凌厉 老干龙猛然一个机灵 后背突然冒出阵阵良意 生死一线之间啊 老内侍黑伯给秦孝公低声传了一则爆炸性消息 老干龙紧密捕捉着秦孝公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 对他来说呀 这个国君实在太捉摸不透了 虽然他此前断定 秦孝公不会在这次宴会上公然杀人 但在刚才的对话中 秦孝公态度180度大转弯 谁能知道这个国君会不会在临终前猛然动了杀机呢 谁能知道黑伯的低声耳语 是不是在告诉秦孝公刀斧手已经就位 可以直接把在座的老家伙一网打尽了呢 建国君不是要对老士族动手 老干龙心中一喜 但这种喜啊 转瞬之间就化成了恐惧 这营居良难不成已经对举足轻重的公子钱都下手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在场的老士族们还能跑得掉吗 老干龙坐不住了 卧槽 这个杀人的鸟宴会让我主持个谋 等你回来我他娘呢还有命吗 一向稳如老狗超长待机的老干龙想趁机跑路 但被秦孝公这么一惊吓呀 还是狂掉了半格垫 秦孝公冷眼望向干龙 但此刻呀 他还顾不上启动杀机 因为他要去见另一个更重要的人 大哥公子钱 这个人啊太重要了 他不能大意 功夫临终前为了稳固大局要了大哥的手指 当初变法时为了稳固大局要了大哥的鼻子 老娘临终前为了稳固大局还点名要结果大哥的老命 但眼下的情况呀很诡异 因为刑杀小组的老叔迎山还没就位 公子钱竟然突然离奇暴毙了 这下秦孝公的怀疑彻底没人解答了 他走进公子前杂草丛生的府邸 在房内看到了不合常理的情景 床上黑布下面盖着一个高大的身躯 床前跪着一个懵懂少年和一个面瘫少女 这是一个乍一听不合情理 但却合乎实情的回答 秦孝公又仔细观察了公子钱的这一双儿女 奇怪的是呢 他们脸上没有显露出任何的哀伤 可这恰恰又是合理的 因为这反而印证了家劳口中 由于多年居家隔离 公子钱一门上下显现出的冰冷淡漠 呆滞甚至病态的精神状态 秦孝公把目光最后锁定在了那唯一的证据上 他上前缓缓揭开黑布 一张令人生畏的面孔赫然出现在眼前 白发散乱 被割掉鼻子的一张脸 干缩的瘦骨淋漓 昔日伟岸的身材 干瘦的仿佛冬日的枯树老汁 是的 这是赢钱 这是自己的同父异母兄长 那身材 那面孔 甚至那气味 秦孝公营去粮都太熟悉了 任谁也替代不了 木染间秦孝公一阵心酸 眼中热泪夺矿而出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那个后患甚大的大哥迎钱 以这种方式避免了手足相残 秦孝公终于可以摆脱 与大哥英国士生出的隔膜 公子钱走了 但秦孝公却安排警监 要去办另一件秘密的大事 秦孝公为了在死后 护住商鞅 不惜采用了非常手段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这一番良苦用心 会遭到强烈的否定 和重重的打击 而反对的不是别人 竟是商鞅本人 秦孝公要密杀甘龙 谋划行动时 他有意避开了迎四 也避开了商鞅 不叫他们知道这件事 更不叫他们参与这件事 迎四是储君 要尽可能的不为他树敌 商鞅是秦法的象征 是危险势力的复仇目标 而铲除甘龙的方式 却是违法的 如果让商鞅参与 反而会给商鞅埋下更大的隐患 秦孝公选择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 来保护商鞅 还是因为当年的誓言 几切冷酷的商鞅流下了眼泪 他又何尝不知道 孝公和他情同手足 如果不是执掌秦国 二人便是文景之交 如果不是为秦国护法 他也会义无反顾 与孝公同复皇权 但孝公为了保护他所采用的非法手段 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魏杨若坦然受制 无异于法治百类 商君 何能如此则奇啊 就算你姚群亮有错 你如果说出个道理来 我立马就听你的 机械之下 秦孝公一边剧烈的咳嗽着 一边颤抖着身体 眼看就要撑不住 但还是一把猛力 推开颈尖 说 顾及到孝公的病情 商阳想多次终止谈话 但他又拗不过 只好跪下 说军上在极端情况下 很容易先把法治放在一边 捡起仁治手段 仁治虽然能立刻见孝 但却同时埋下了动荡的种子 商阳始终坚持一个理念 不管何人 只要他不犯法 他便是合法公民 一旦犯法 就立马成处 而现在国君的做法是违法密杀 就算杀了几个领头人物 实则后患更深 他们的族人 家人 通路人 都会认为被杀者死的愿望 他们随时随地 都会卷土冲来 军上凌蕊 此军 不是弄巧成的捉摸 极心无二律 进攻不顾思 商阳再一次选择 把自己抛在了身后 再一次选择牢牢捍卫秦帕 军上 国有 按入法 国之 悲哀 秦孝公默然点头 他强撑着从踏上站起 而后又躬身向多年的老战友 行了大礼 上央终于长舒一口气 至此啊 孝公密杀甘龙的行动彻底终止 寒冷的冬天终于熬过去了 人们都以为国君的病情 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有所好转 可谁也没想到 恰恰在春耕大典后 孝公的病情加重了 但即便如此 他还是坚持要亲自视察函谷官 伴随着首官将士的山呼万岁 秦孝公走到了人生终点 在这里 他将留下吞吐八荒的志向 在这里 他将与所有人告别 关注我 看最精彩的大秦帝国解说